这场就是有吴亦凡大妈和马普亮仔的LV大秀 噱头那么多 设计又是怎么样呢 这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什么秀呢 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另外一个男装秀 那就是2020春夏Louis Tone的男装陈衣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说LV男装这样凶呢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Dior男装 不说LV好像已经太好了 对 毕竟是两个宇宙大牌 在之前说Dior的时候 说到Kim Jones就是LV的前任设计师 那LV的现任是谁呢 说的很像复杂的三角关系 就是大名鼎鼎的Virgil Abloh 关注潮流的男孩女孩们 一下对他的名字不陌生吧 因为他就是另外一个品牌 Off-White的主理人 对对对对 在这里给不熟悉Virgil Abloh的人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Virgil Abloh在1980年出生在美国伊利洛伊州大学主修建筑 在大学的时候Virgil做了一个Blog The Brilliance 他真的有点年代感 现在Blog都要过时了 他是属于第一批初代网红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Blog他认识了当时的 还没有特别红的一个歌手 这个歌手是谁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坎爷康耶威斯 为什么他大名鼎鼎呢 因为他的老婆Kim Kardashian 警察叔叔救命啊 就是你也许不知道Kanye West 但你肯定会知道Kanye West 你可能不知道Kanye West 但你一定知道肯德基三姐妹 他们都是一帮人 他本人是美国著名的饶舌歌手 另外一个职责就是充当时尚界的一股泥石流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花边新闻 Kanye West他作为一个歌手 但是对时尚领域非常的热衷 他曾经多次申请圣马丁 想要过来上课 但是都被拒绝 被拒绝到底是因为他的学业不合格呢 还是因为圣马丁觉得他的名人效应太庞大 会影响其他同学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们知道他被学校拒绝之后 一气之下创造了自己现在火遍全球的EASY 用财力说话 对,创造了EASY 销量也很好 对 一身叹息 真的是 我们说回Vergio Ablo 认识Kanye West之后 就是成了Kanye West的造型师 Vergio Ablo在毕业之后 就是经过Kanye West的介绍 就去了Fendi实习 后来Vergio Ablo在09年 创立了自己的街头品牌PyroVision 这个牌子 我怎么会说糟话 这个牌子也要好好地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售价为40美元的二手Roflo Run的衣服 经过一些印刷改造以后 卖到了550美元一件 是一个再创作小天才 是的 13年的Vergio Ablo 他就关闭了PyroX version的这样一个品牌 转而又开了一个新的品牌 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Off-White Off-White知道的人都知道 地球村的人都知道 他是以一个鞋条警示线的设计而著名 就好像时尚的巨轮在你脸上来回碾压 对 为什么使用鞋条警示线呢 Vergio希望穿透她的人 在人群中最快速地认出 我确实现在在街上一言就能认出 身着Off-White的人 因为他们身后刷刷刷刷刷几条鞋杠 实在是太醒目了 品牌也随着社交媒体 比如Instagram的兴起一飞冲天 说到这里 那也只是一个好像无名小将 常常说的一时之举 但是2018年被历史铭记的一年 Vergio Ablo收到了Louis Vuitton男装的标请函 他担任男装的设计总监 于是他也成为了百年法国老牌的第一任黑人设计师 据说那个时候 他在分体实习的时候已经被LV的CEO注意到了 所以可以看到他在LV的第一场处女秀 下面就坐满了来自各行各业的黑人意见领袖们 来表达对同胞兄弟的支持 是的,而LV男装在Vergio加入之后 一改之前,比如说Kim以及Kim之前的设计师的去logo化的设计 迎来了排山倒海的logo 让LV更加的街头 也深受美国那些爆发护士的wrapper的喜爱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否定美国爆发护士的街头审美 我们只是在描述这样一个现象 也请各位朝男朝女不要杠 时尚本来就是一个引导多元审美的产业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Vergio阿波罗自己本人也开口说话了 像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他曾经说过街头一死 我们看回LV2020的秋冬秀场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LV的男装是在往传统的男装回归 是的,那回归2020春夏的秀场 我们来说一下秀场设置 这里面也有个小故事 什么小故事呢? 什么小故事呢? 想把你的头打光 原本这场秀是要设置在八一圣武院之前 在走这场秀 后来因为巴黎社武院累死故屈 开个玩笑啦 巴黎社武院后来就失火了 所以就改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秀场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简单的V字型的小广场 绿树音音也呈现出了一个非常轻松随意的秀场 本次秀场的主题是想让在座的成人们 都可以回忆自己童年式的乐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童区的设计出现在秀场之中 比如说带有灰度的马卡龙色 服装的版型也非常的充满空气感和流动性 在秀场很多包包以及配饰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用花草来作为点缀 模特脸上难以察觉的亮片 有如在树林里奔跑过后脸上细密的汗珠 好像小时候出去风跑一阵迎着阳光回家的那种感觉 把我们带入了春日野花遍地的午后时光 当然这野花也不是乱用的 Virgil用野花的这个意象来带着diversity 就是多元化 他说 I stand for diversity and the idea that luxury can be something wider in this era diversity也不光是在时尚群 也是在当今社会被很多讨论的一个词 它的意思就是多元化,差异化 其实是表达着包容的含义 有容乃大 看到很多品牌都在强调diversity 就是说时尚是一个包容的产业 它之所以这么欣欣向荣 之所以这么妙趣恒生 其实是因为很多人可以发表他们的观点 百花其放 所以也希望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人 可以提味道diversity的意思 本次Virgil也和现代艺术家Crystal合作 Crystal最著名的就是和她之前去世的妻子 用白布包裹了很多著名的历史建筑 比如巴黎的Brunnerf Chow 他们意向就是通过隐藏来揭露 通过包裹来重新唤起人们对一些奇迹为常事物的兴趣 简而言之地说 他们就是用一种反方向的方式来推广它 比如说一个电影 如果不说它是镜片的话 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看 但如果一个电影说这是镜片 所有人都看过 所以你看见艺术家七里八里搞这么多 其实道理很简单 Virgil ABLO希望用线和绳索去串联记忆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打结的设计语言 通过这个结这个形式去连接过去与未来 连接死亡与生存 连接高级时装和街头潮流 说到服装所采用的材质上面 那LV作为一个龙头老大的地位 肯定都是会用非常昂贵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珍稀的鳄鱼皮 但是可以看到Virgil ABLO非常玩具地 把这些材料用在了潮流衣服的扩型上 比如说我们是第一次看见鳄鱼皮 阔腿裤 鳄鱼皮 连帽衫 可以看到Virgil ABLO試圖打破街头服饰和高级时装的界限 当然这衣服的价格也是令人叹为观止 那肯定 但是不得不说LV的秀场 包实在是太好看了 每一个都美到报价 尤其是这一季新发明的那种直容的设计 绝美 加钱也是美到爆炸 给大家体会一下 回归设计 因为前任Kim Johnson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个人觉得衬托Virgil ABLO有一点点弱 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 因为他想展现的故事和他所运用的元素 在我看来稍微有一些身影 比如说他让模特背着很多装置 以及羡慕的时候 模特手里还拿着红气球 总觉得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有一些过于流域字面了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我们学生时期那种 特别用功的学生 每次都把卷子打得满满的 但其实真正的答案可能就一两句 这个意思大家应该能懂吧 所以也真是他这样的忽于用力的设计 让人觉得他每一次的设计 好像都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我可以拿出2020年的春夏这一季 和2020年秋冬这一季 就明显感到就两个人的风格 可能他也是作为一个设计师 要贴合品牌的一个形象 所以在努力做一些不同方向的尝试 可能也就是跟他说的那个diversity 是一样的吧 就践行他的diversity 但是Virgil ABLO 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他真的是非常的谦虚 他在采访里面一直表示他一直在学习 无论是跟他的朋友 比如说Kim Jones 还有其他的设计师 和LV的工匠们 他都是说他一直在学习 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圈粉的 越努力越幸运 对 所以服装设计可以说是瑕不掩喻吧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很希望他松弛下来 能看到一个更加有刃有余的Virgil ABLO 而且虽然我们个人没有很倾向于街头风这样的风格 但是我们从客观的来看待他的话 觉得他短期内还是不会像Virgil ABLO 所说的那样死掉的 他说的死应该就是潮流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只是时尚圈厌倦了 噱头大过天的潮流服饰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有可能 因为现在的经济大环境 并不像以前那么的蓬勃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更为理智 会购买一些我们所谓的金刚款 也就是相对LV来说 就是香包这种万年不会落伍的经典单品 节目最后呢 我们也把我们最喜欢的衣服给挑出来了 小伙伴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喜不喜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慷慨地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 如果可以的话请点关注 那本期的秀场就是这样 我们下次见 拜拜